我們今天第二個重點就是這個 線上的TinkerCAD 那這個是Autodesk這家公司 所推出的線上服務 所以呢你打開我們的網站之後 在這邊 你登錄了 原則上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檔案了 不然的話 你看起來應該就是只有上面這裡 就是下面都是空的 下面都是空的 那他有中文 所以應該各位比較沒有問題 那麼TinkerCAD跟我們之前介紹這個3D設計 就不大一樣囉 3D設計我們一直強調 鋸齒狀是他的特色 對不對 所以你要他不做鋸齒狀也蠻難的 那麼TinkerCAD 這個就比較像是標準的3D軟體 所以如果你要做比較平滑的 我們用這個做很方便 因為他可以匯入SVG 比如說你在以達車裡面設計好的Logo圖案 那進來之後 他 圓的就是圓的 他就不會跑掉 不會有那個鋸齒狀產生出來 那 各位呢你可以開一個新的設計 像這樣開一個新的設計 打開 他就會給你一個空白的 這樣子一個角度 一樣 各位不管用什麼 樣的3D的線上服務或軟體 第一個就是你一定要會怎麼樣 轉換角度嘛 所以呢在這邊 他也會有帶領 告訴你說 你可以 怎麼樣去使用 他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裡面呢 蠻建議大家以後 你可能可以試看看就是 比較常用的 你就可以 搭配幾個快速鍵 所以老師這邊有幫你稍微整理一下 首先我們看一下 我要旋轉視角 這裡也是按滑鼠的右邊 那 怎麼用呢 現在沒東西啊 沒關係 按下滑鼠右邊 有沒有 就可以旋轉 那麼 你今天呢 會旋轉了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 右手邊 右手邊呢 他有分幾種 基本的造型 你可以看到 現在就在基本造型 如果你要文字數字 甚至一些連接器 然後呢 下面這邊 還有一些 像那個 電子零件的 欸 都是 都是在這裡 那還有一些是像這種恐龍骨架是組合起來的 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看一下 你看恐龍 有沒有他有很多組件 以前小時候沒有去過麥當勞啊 買什麼餐 然後就送什麼玩具 然後他就要組合的 這個就是這樣一個一個組架 你可以自己組合 列印出來之後就可以組合的 這個骨頭 也是一樣 所以他就把你那些卡榫啊 都幫你設計好了 那 如果是我們剛剛在基本造型 就是一些基本的形狀 基本的形狀在這裡 那你要了文字啦 數字啦 你都可以從這邊去做 那我們先從基本造型來 你盡量拿出來 你就 點他一下 或者你把它丟出來 這樣就有了 那 每一個模型都會有一個右上角這個參數 參數 基本的模型 可以設定的參數比較多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這是一個立方體 他的半徑要多少 這個指的是 有沒有 他有一個倒角 像這樣一個倒角 那 長度我先調 有沒有 這樣調 你可以從這裡調 但是呢 如果你覺得 我是視覺化的動物 不太適合這種方式的 沒有關係 他的上面 好 滾輪往前 放大 你可以看到 當我滑到這上面來的時候 滑到這上面來 如果你看到的是像這樣 箭頭的 表示他只是什麼 移動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們告訴你 你移動的距離多少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在這邊 你可以點下去 直接用數字 輸入也可以 比如說我只要10就好 我就按下去 他就到那 所以TinkerCAD 他跟 AutoDesk 這家公司 他們做的 這個 產品有關係 因為AutoDesk 大家最常 聽到叫AutoCAD 或者像3D Max 甚至Maya 其實 在建築 在動畫 這幾個領域 還有工程的 幾乎 都是AutoDesk的天下 因為 他們家公司 已經南瓜了 幾乎說 我們在3D領域 會用到的軟體 那 各位呢 如果你是那個 學生的 身份 你有學校的信箱 其實 幾乎他們所有軟體 你都可以免費下載用三年 就是一個版本 三年到了 你就用 新的軟體 再用三年 也就是他 先免費培養你啦 等到你長大了 去公司 他就跟公司收錢 這樣了解 好 第二個 我們剛剛是移動 再來 就是這裡有沒有旋轉 對不對 那如果你這個角度 看不到怎麼辦 記得 轉換一下角度 按滑鼠的右邊 你轉到另外一邊 有沒有 這邊的角度 你就可以轉到了 所以如果你 找不到你要的方向 你就自己 怎麼樣 轉一個角度 你看我這樣轉過來 這樣沒問題了 對不對 位移旋轉 那縮放呢 就是這個 方塊 你可以這樣子單獨的縮放 也可以這個平面的縮放 好 那也可以 到這邊 這裡 都可以 如果你是高度的縮放 一拉 對不對 我平面的縮放 一拉 一樣的 只要出現數字 你就點下去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裡 比如說我這裡要50就好 那這裡呢 只要 50 好 這樣你都可以用比較精準的數字去控制它 那 倒角 你可以加一點點 有沒有這樣就圓圓的 但是不是每一個都有倒角 有的有 有的沒有 那所以你看 圓桶狀的 來 拿出來 你記不記得我們在3D設計怎麼樣打那個鑰匙圈 是不是拿這個 一樣的 拿出來 但是呢你稍微留意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右手邊 這兩個都一樣啊 可是只有 感覺好像顏色不一樣 對不對 各位 這一種的 是實心的 這一種的 就是有洞的 有洞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拉一 脫衣出來的時候 就選 也可以脫衣出來之後 像我現在脫衣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我是要拿來當洞的 我就直接切換成洞 在這裡 我把它切換成洞 有沒有就變空心了 這樣也可以 好那你看喔 我把它拿過來 你要這樣拿過來 各位 我們在3D設計 要調這個就比較不好調 對不對 那麼在我們TinkerCAD裡面 各位 你可以有類似像各位 以拉吹的或佛效的工具 我把它全部選起來 怎麼對齊 按右上角這裡 你看 有沒有一個對齊的工具 有沒有感覺有點熟悉了 你把它按下去之後 ㄟ 它就出現這樣一點點 一點點的 有沒有 看你要對齊的是哪一個邊 好比如說 因為像我現在這個對齊 比較不好對啦 我把它先旋轉好 我把這個先拿掉 我用比較 標準的丟出來 這樣你再看會比較好對 我先把它 拉撐一下 好 這樣子 好你要做圓角 這個沒有關係的 好這樣 那我現在這兩個我把它選起來 因為我現在是 這種角度 選起來之後再來套用這個 OK如果我要讓他 兩個置中對齊 我就選這一邊的 有沒有 這邊的 我轉過來這邊你看得到 這個有沒有 他會用這個黃色的先顯示 可以看說 如果你是對齊到這邊 大概放在這裡 如果你是對齊到這裡 有沒有可以先預覽一下 那我就先對齊到正中間 好 那我要再放在正中間 我就滑過來這裡 這樣有沒有在正中間 對不對 好那你對齊好了 我這個地方呢 有 這樣沒有問題 上下都有到了 對不對 要打洞 怎麼樣打洞 把它做一個群組 就打洞了 你看上面這裡 這個叫群組 按下去 有沒有發現 洞就打好了 那萬一你後悔了 洞太大怎麼辦 啊 腦洞大開 沒關係 解開群組 它就復原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用TinkerCAD 一個最大好處就是 它的這些步驟 它都可以隨時的復原 那對各位來說 你在 操作上就會比較方便 像我在這邊 我要移動一下 我就用這樣 移過來 比如說我覺得那個洞不滿意 我可以稍微移過來 當然你也可以搭配鍵盤上的快速鍵 好就是 那個方向鍵上下左右 這樣移動也可以 好如果你要比較精準的 也可以像這樣 好那我 移過來之後 如果我這邊先 拉高一點點 如果你這樣覺得 我這樣需要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這個時候我再把這兩個 再做一個群組 打動完 這樣就OK了 那如果你不是打動 當然就是變成連擊 就兩個 疊起來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其實 那個 TinkerCAD的使用不會太難 那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基本的模型 你可以試看看 那如果你要文字的下面這裡有文字 丟出來 只是呢 很抱歉啦 上面 原則上只有中文 沒有對不對 只有英文的部分而已 就只有英文的部分 那字體的部分大概能夠選擇的比較少 不過打中文 他不會用細明體 他用 那個大概是 軌軟的正黑體 這種黑體的不字 所以 還好 還可以啦 這個是 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 那他有一個蠻特殊的 就是這個 這個呢 叫做塗鴉 你看 你看我把它丟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用這筆 來試看看 比如說如果你想要做一個笑臉 你就畫一畫吧 你看上面 有沒有這個一個 變立體了 對不對 所以 塗一塗 這樣就變立體了 他就把你把那個厚度長出來 所以如果你覺得沒有需要這一種的 完成了 按一下 這樣就會 一個跑出來了 那你厚度是不是可以再 自己調整一下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但是呢 如果你不要那麼隨性的 有沒有可以從外面叫進來的 有 你也可以從外面叫模型進來 把模型把它叫進來 怎麼叫進來 有沒有一個匯入跟匯出 我們可以先從這邊匯入 你可以發現 他資源 兩種 主要是兩種格式 3D的 像我們上次做的3D-Stage的 HTL OBJ 有沒有 剛剛Venture84有3D 那另外呢 SVG就是平面的 所以如果你有平面的 你想要把它叫進來 你可以從這邊弄 比如說各位你在 Illustrator 裡面 可能會有logo啦 對不對 所以我從這裡找 我找一下 我找SVG的 我們可以稍微找找看 好那假設你想要這個google的 我點一下 這個還蠻大的 我點到這個網站 因為我們需要下載是他那個SVG 這邊不能用png 這邊不能用png OK在這裡 點進去 好下載png OK下載好了對不對 所以我回到這邊來 又把這一張丟進來 那 匯入 你可以自己決定大小 那我們等他匯進來 有沒有一個立體 就出來了 而且圓就是圓 對不對 他這個 角度就很OK 所以如果你就高度不夠 你可以自己調整 或者是他的 這個 縱深不夠 你可以做調整 顏色可以從這邊調 看你想要變成什麼樣的顏色 這樣OK 所以你可以自己設計 可以自己設計你想要的 那 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效果 就會比我們 用3D設計群 如果說你強調的是我要 很圓的 你可以像這樣去做處理 好不好 所以這個部分 你可以先參考看看 那 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講 就是 怎麼做匯出 還有一些比較進階的應用 你可以稍微 試看看 這裡面的東西都可以玩玩看 然後